这两天 并和体育公园已完成军工备案 这标志着这个以全民健身为主题 承载着2022年亚运会 乒乓球 驱棍球和霹雳舞赛事的综合性公园 即将对外开放了 这个集全民健身 休闲娱乐和艳雨赛事为一体的公园 究竟是什么样子呢 今天让我们跟着镜头 一起来看看吧 我们还有一些全民健身中心 主要就是提供给我们市民朋友 比如说一些篮球馆 羽毛球馆 一些多功能性的一些运动的一些东西 本身我们又是一个花招节花神庙的一个遗址 所以这里面会有一些我们花神元素的一些IP 明年5月1号 我们的街区开业以后 分成南区跟北区两块 北区它是偏向夜经济一点 24小时不歇夜的那种街区模式 比如说特色的一些酒吧 音乐现场 那么南区呢 因为靠近我们的国球中心 然后边上也有个15000方的一个全民健身中心 儿童的一些乐园 更加会偏向于互动画影 亲子画一点 相声啊 脱口秀啊 包括我们现在后期还在谈的一些 舞台剧啊 儿童剧啊 公园的话 主要还是一个开放式的一个公园 最重要的呢 还是打造说面向所有的我们市民朋友 提供给他们一个周末非常良好的一个休闲的场地 娱乐的一个场地 娱乐的一个场地 想要是哪有什么场地 智江总育 对面大家来说 是一场地 地平所 thead